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在北海道非常知名的度假村 留壽都度假村 那我這一次要來三天兩夜的滑雪 大家聽到我滑三天兩夜 是不是就是覺得很悠很想打我呢 我知道現在大家沒辦法滑雪 現在腳非常的癢 那主要這次為什麼來三天兩夜呢 那主要是我二月體 會去白馬考這個Casie Level 2 那就是一個滑雪教練的執照啦 那我會報名啊 那會不會開課我不知道 有開課我就會去考 所以趁這一次啊 就跟我老婆告假啊 幫我照顧一下兩個小孩 所以這一次我就來特訓一下 三天兩夜 那看看這三天兩夜滑完是我的腳趕會回來 那今天就是一個滑雪的一個爽片Vlog 大家就看我爽滑吧 哇啊 現在在做這個Lift 今天的雪況非常的好 雪道上都是拋的都是花花的 但是我今天拿的是這個Puck板 所以滑在這個Powder上面啊 比較吃力啊 因為我技術也沒那麼好 不過 人來滑雪就是爽啊 滿山遍野的粉雪 等一下我要一個人沖個樹林了 劉壽都這邊最大的好處就是樹林非常的安全 怎麼滑都不會迷路 等一下我一個人要去滑樹林了 然後呢 劉壽都這邊的樹林是全山開放的齁 然後那些 陪錯啊 那些這個巡山員 也不會抓 那像我常去Kiloro Kiloro那邊的這個陪錯啊 有時候就會去抓你去滑一些禁區 這邊全山開放了 所以喜歡滑這個樹林的啊 沙滑粉雪的 非常推薦來劉壽都 今天這個劉壽都下大雪啊 真是雪淘 人少 人品豪啊 今天就衝一顆Powder好了 完全沒什麼人啊 哇好淘啊 我相信有在滑雪的時候都有在講什麼 太爽了 沖進粉雪 超拋的好像在衝浪 衝浪在雪上的感覺 哇 感覺好像在天堂一樣 其實滑雪真的很耗費體力喔 衝了幾趟拋的之後 我的後腿已經爆掉了 來吃個午餐喔 那我非常喜歡吃這邊這個 Homorice 非常的好吃喔 那整個餐廳是長這樣 然後右邊就可以看到整個雪景 那今天下大雪 整個雪道也都非常的這個 超的 然後劉壽都的餐廳呢 是這種滑雪度假村裡面喔 算是好吃的 那比如說比較難吃的喔 大家懷疑知道像難吃的像 Kiloro的午餐 大家公認的難吃 然後還有二四股 二四股就是貴也難吃 那我一般覺得好吃的都在雜謊 是比如說 國際滑雪場 手道滑雪場啊 基本上比較靠近市區的啦 午餐都不好吃的 那劉壽都算很特別啦 在這種渡家村裡面 少數還算好吃的午餐喔 吃午餐啊 其實滑雪啊 因為天氣冷啊 加上運動量大 其實很耗費體力啊 所以通常滑雪的人中午都吃蠻多的 而且這邊的飯 分量也蠻足夠的 好吃味道也蠻重的 其實大部分來劉壽都滑雪的時候 都是一群朋友 一群學友來滑 大家吃飯的時候 就是互相討論今天的雪況啊 那麼什麼技術 大家交流一下 蠻開心的 現在只有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衝拋的 還蠻孤單的 雖然這樣講 鏡頭前面有在滑雪 我覺得蠻靠北的 一個人在那邊耍 還在那邊抱怨 不過真的蠻寂寞的耶 沒有學友可以聊天 只有一個人在滑雪 在那邊裝嗨 在那邊吃泡泡的 在那邊嗨 不然一個人整天都不講話 說是在滑越悶啦 還是希望啊 能跟大家一起滑雪啊 吃完這個飯 再去沖幾趟泡的 可能很多人沒有看過雪場喔 那這個就是雪場的樣子 前面就是這個懶車站 整個都雪排的一片 然後大家吃飯會把雪板 都放在外面喔 真的很美耶 那這是我用的雪板 是NITRO的T1 那它的設定是以這個PAK為主啦 所以它不太適合滑拋的 會比較吃力一點 那我有滑過拋的板 跟這種一般的板 其實滑起來 出力點啊 然後那個輕鬆的程度 真的完全不一樣 沖泡的還是建議 就是用泡的板 那我在滑雪的時候 大家都很好奇 我手上用的這個 攝影機是什麼 那基本上我用的是 Insta360的X2 它那個桿子可以自動引行 所以我覺得用這個 Insta360X2 在滑雪的時候 非常適合喔 那當我現在 拍這個Vlog的時候 我就會拿GoPro 10 那GoPro 10上面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它不用再另外輸出 我只要直接傳給剪片 是可以直接剪的 那另外一點就是 呃 GoPro 10這個畫質比較好 畢竟那個Insta360X2 它是一個360度的這個 相機啊 那上面的這個 畫面都是拼接起來的 那畫質就比不上這個GoPro 10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呢 那也可以去我下面這個Link Insta360X2 那我可以拿到一點點佣金喔 在這邊選個國色 到膝蓋啦 那我現在要上山囉 下午要繼續滑到它 雪場關門為止 然後看到雪 越積越深了 今天的雪況真的非常的棒 然後啊 早上有起大霧啊 所以視線不是很好 那下午 有點藍天白雲 這邊有點藍天白雲喔 那出了太陽 所以視線比較好一點 這個就是一個滑雪人的樂趣啊 喜歡沖這個拋等 然後沖樹林啊 那因為這個滑雪的時候 有一點速度啊 那你要活在當下 你要一直控制你的速度 跟控制你的這個 每一條的運動神機啊 在那個當下 你就會忘記 所有的煩惱 然後心無這個任何的牽掛 不然是你老婆小孩 兒子工作完全忘記 只Focus在你的這個滑雪 然後Focus在這個雪上面 所以那個感覺 真的是 無法用言語形容啊 我相信有在滑雪一定知道 真的是太美妙了 こう會有在那裡 看你他在那裡 看你這次正在那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我的右手邊那邊就是洞野湖喔 好美喔 冬天的洞野湖 雪場真的好漂亮喔 今天真的滑了筋疲力肩應該滑了四到五小時有了 我的右腿已經爆掉了 那我現在要過去這個我住的民宿圈印啊 那這次我訂的民宿住在劉壽都飯店附近啊 我沒有住劉壽都因為劉壽都飯店還蠻貴的 那我住的地方呢一晚七千多塊日幣喔 訂單人房一個人一間喔 那晚上在開箱那間房間給大家看一下未來的學友啊 如果啊預算沒那麼高的齁 可以參考一下我今天住的這一間民宿 那我今天晚上要住的民宿就是這一家喔 那外觀看起來很像童話故事裡面這種民宿喔 蠻大一間的 那我們就進去瞧瞧吧 那整個外面喔都是積雪喔 正前方亮亮的地方是劉壽都度假村有在夜華 有時候我也很難想像啊 在這種冰天雪地之下 連這個路啊都是私人的路 每天早上都要請這個大型機具來除雪喔 真的是很難想像耶 然後這個民宿有兩層樓 整個這個裝潢還不錯 然後每個地方啊 這邊有地方可以讓你放雪吧 河口也有 我今天住在108 今天我住單人房喔 你看還有一個小書桌 然後這個床是這個 單人床 然後呢 這邊還有獨立衛浴喔 這個房間的Size 還蠻不錯的 超棒的 那可能 鏡頭前的觀眾朋友很多人沒有在滑雪喔 其實 北海道 冬天的時候 所有的飯店都非常貴 像這邊有 劉壽都度假村一晚 差不多是兩三萬日幣 然後Wasting就不用講了 我上網看都六萬多日幣 那像這樣子 沒有含早晚餐 七千多塊日幣 對這個雪油來講啊 真的是非常超值 而且是一個人一千 然後呢 應有的設備都有齁 比如說這個 衣架啊 然後這個 像我們這個滑雪啊 常常回來就要掛手套 掛面罩啊 然後他有出這一個 我在滑雪都知道的嗎 這個啊 然後呢 看看我的布匙就放在這邊 然後有書桌 我也可以 上班喔 然後浴巾啊 浴衣 小冰箱 都有 真的 蠻棒的 很推薦大家來住喔 那今天的滑雪部落格呢 就到這裡結束囉 希望大家 看的會喜歡 那我是北海盜女婿 我們下個滑雪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下個滑雪